大马皇家关税局今天通报 当局在2024开年的第四天 就在吉兰丹州倒破了一起 使用快递分销毒品的案件 吉兰丹关税局总监万加玛指出 执法人员1月4号上午 突击检查蓝斗搬让一家快递公司时 在两个白色塑料袋内 起货了168颗马丸和1.49公斤的大麻叶 两类毒品市值超过5800令吉 调查发现不法之徒把毒品走私 带到我国境内之后 再通过快递包裹分计给引君子 而马太边境的走私案还不止这一桩 当局在同一天还起货了一批 市值163500令吉的走私冷冻猪肉 一名56岁男子落亡 伤害者们 三国民间 来自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